好,我們就來看看從圖上來看到什麼事情 這裡有個地面天氣圖 長這樣 這裡有個衛星雲圖長這樣 然後告訴你說看到蒙古高壓 蒙古這裡有個高壓系統 請問你我們教過高壓標是什麼? 高壓標是什麼? H 然後中心氣壓 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叫做1038 然後巴斯海壓有個低氣壓 低氣壓標是什麼? L 但是這個圖上面那個氣壓值糊掉了 看不太出來 它大概是101 然後你看出高壓跟低壓你就要知道 誰速成中、誰逆時中、誰懸出、誰懸入、誰晴朗、誰 英語 OK? 好,考試會考的問題 然後呢,有一個 你看衛星雲圖啊 你只能看到日本這邊有一台帶狀的雲 表示有封面 可是我們的程度看不出是什麼封面 但是如果你看地面天氣圖看得出來了 地面天氣圖你可以看到日本這裡 你可以看出來日本這邊 日本這邊 會有什麼封面呢? 為什麼封面? 這什麼封面? 冷風很好 然後呢 衛星雲圖看出來說這邊有個什麼玩意 衛星雲圖這邊有個什麼東西 颱風對不對 那我們說颱風什麼氣壓 颱風什麼氣壓 低氣壓 所以低氣壓就壞天氣 所以呢 天氣會不好 所以就這樣 所以考試就畫一張圖 然後問你一些問題 然後教會會回答 所有過去學過的事情 都在這個圖裡面來考你來問我 下雨是降水機率 下雨的可能性 下雨現在爆降水機率 告訴你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少 那個可能性就是可能性 沒有絕對 我曾經連續兩天 下雨都說 第二天的降水機率是百分之六十 就有一天是下雨 有一天是晴天 OK 就可能而已 這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 跟下雨的時間沒有關係 跟下雨的面積沒有關係 跟降雨量沒有關係 明天台北市 有百分之六十的機會會下雨 不是台北市百分之六十的面積會下雨 不是明天有百分之六十的時間會下雨 也不代表明天會下六十多米的雨 都不是 就是一個可能而已 就是一個可能 還有發佈的時間 看看就好了 這個不重要 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好了 降水機率 在氣象學上 它應該叫做降水機率 氣象學一開始爆的時候 也說我爆的叫做降水機率 可是因為台灣主要的降水都是降雨 所以後來每一個自動化 變成叫做降雨機率了 不過挑剔的說這個是比較沒有程度的說法 專業的說法應該叫做降水機率 降水機率 紫外線指數 紫外線的強度 中午十分每平方公尺百焦耳 每平方公尺五百焦耳 就叫做紫外線指數叫做五 然後這個紫外線的強越強 就表示太陽的那個傷害率就會越大 然後它會跟一些因素有關係 臭氧含量、角度、雲層後果 這個我當年犯過一個錯 學生拿題目來問我 那題目問說哪邊的紫外線比較強 我眼睛一看 我就說應該是山上比較強 通常山上會比較強、平地會比較弱 雪地、反光海邊、反光牆的紫外線比較強 結果它旁邊打在旁邊的 為什麼 因為我少看它上面畫了它的臭氧層 山上的臭氧層很厚 旁邊的平臭氧層很薄 所以呢平地的紫外線比較強 因為我沒有看到那些 沒有看到它那個人臭氧 所以呢這些都會影響到我紫外線的多管 紫外線的多管 看一下知道就可以了 然後呢它總共有15個等級 當我會有個表格15個等級 然後越強 數字越來越強 然後紫外線會越強 一般老師考試考這個 背起來就好了 史以上叫過量 史以上叫危險 史以上過量史以上危險 一般老師考就考這個 這一題學測也考過 但是學測考的時候 是考數數額就好了 學測考的時候是畫一張表 香蕉是蘋果是芭樂是 題目已經告訴你 七以上過量史以上危險 然後寫著每一天的紫外線值數 然後問你一句 誰的過量日數最多 你只要負責會數就好了 這個三天 這個四天 這個五天 然後五天最多 哪有它 會數就好了 所以這題也有學測有考過 一般老師考這個 背就好了 七以上過量史以上就像這個 表格裡面顯示了 七以上過量史以上危險 我還看過一個更複雜的表格 因為每個人的耐受層 耐塞的程度不一樣 有人一塞就紅 有人塞 有人不紅 塞一個不紅的出來 那個就不要管他 你這樣記就好了 七以上過量史以上危險 對就好 最後一個叫做警報跟特報 遇到特別的天氣的時候 然後氣象局會發布警報或特報 來告訴你有特別的天氣要發生了 請你注意 警報只有一個 颱風警報 特報有幾個 有所謂的強風特報 豪雨特報 低溫特報 農物特報 來告訴你說有這件事情要來了 有農物了 請你開高速工作的時候要注意 注意行車安全 會下大雨了 我講過了 臺灣現在是雨下太大可以放假 下太大可以放假 會下大雨了 會有農物了 會有低溫了 要請農 湧民勝防韓派 這就是所謂的 這就是所謂的特報 這有幾個特報 這就是簡單的把一些特別的狀況 跟各位說 重點是一開始跟你講的 你看到天氣圖 要能夠回答一些問題 回答一些問題 那都是我們過去曾經教過的 這是你學習的重點 OK嗎 OK